Hello 你這次的角色好像是Kango的女兒 之後你還說挖了一群 可以劇透一點來聽聽 其實我和Kango這段婦女戲 其實自己真的很喜歡 因為有一個對我好像很外戶 但又另一方面很擴充我的一個爸爸 我記得有一場戲自己都很深刻的 就是跟她在醫院 爸爸入院了 其實我跟她說我自己的感情事 她又突然變回老虎狗又很擴充 大家說那一刻就開始吻陣 其實那一刻我刮她其實真的是不小心 但是是拍攝機 所以就繼續去 然後Kango立刻推我 其實我心裡很害怕 又很想跟她說 Kango 對不起我刮到你 但是大家都很馬上用在劇裏面 所以希望播出的時候都會看到 哇 那個女兒竟然是有權去刮到我爸爸 而且熱實心目中我自己都很膽戰心境 因為Kango是一個很大的前輩 所以不小心做到她 我自己都很擔心 那次跟Kango合作 有沒有什麼有趣的事情 因為之前有幾多演員都說 跟Kango合作很棒 有什麼事先溝通 其實跟Kango有很多戲我自己都很喜歡 因為她是一個非常認真 和百分百投入的演員 那個投入度呢 我記得有一場戲 說我和她在吃早餐 我突然跟她說了有一件事 然後她突然在吃碗粥 噴粥 她真的噴到整張桌都是 我覺得很多演員可能在演戲的時候 都會有所保留一點點 但Kango是一個這麼資深的演員 但當她演戲的時候 她真的百分百投入 她噴到我的臉也有 但是我很喜歡 我覺得她很能給我 我也很能給Kango 在她身上 我希望我自己一路演戲下去 都可以好像她那樣 保留百分百的投入下去 不會戒懷 例如剛剛第二、三集 看到她也是露點 我覺得很多演員可能都會 很多準備好 自己有一些場口 但她演的時候 她真的毫無保留 就算自己可能 看到身體 但她也不介意 我覺得這件事 我在她身上 我這次是很大的感受 那是不是跟阿蕭都有很多對手戲 跟阿蕭有很多對手戲 其實這次跟阿蕭是第一次合作 我是非常喜歡這個對手的 因為她除了是很專業的演員 其實她有很多的攝影思維 她是百分百知道 這個鏡頭是要什麼 那個鏡頭的幅度是多少 有時候我是很享受演戲 但可能對鏡頭還是在學 很多人在學 但阿蕭是非常厲害的 在這方面 所以跟她演的時候 我覺得是 我很有信心 也跟她有很多很好笑的場口 例如說 我們看了劇本 會說回我們讀書時期的認識階段 監製是否會找其他演員去做 不是 你們兩個做回 我十七八歲 後來 可以了 你相信自己 我有點擔心 因為男生是沒有什麼轉變 但女生都可以很大的轉變 然後 當日去演的時候 我們又穿校服 又穿一些拍拖的衣服 幸好視頻師跟我說 OK 不是很勉強 我才有些信心 現在出了這些照片 也挺漂亮 我自己覺得 希望到時候出街的時候 大家不會丟罵那些視頻 我想阿蕭OK 我就 看了你也覺得 因為我的感覺 應該不是再做那些要壞女人 是 是 是 其實 很開心 其實這幾年間 都接觸很多不同類型的角色 有剛才你所提及的 可能是比較厭厲 強勢 一些 獨立 又有些是搞笑些 例如香港就是北京 我是搞笑些 今次是一個 樸素的打扮 其實很感謝監製 因為它是 比我更加緊張 它是會看完 每一天拍完的 背後 傳回一些照片給我 喂你的唇膏 紅了一點點 就是 哇 男生最大 都很細心 可能有時候 因為我會塗 一些感光的 潤唇膏 可能當時 拍戲都是熱 它就紅了 然後我說 OK 我就不調查 其實 它幫我控制了 整個感覺 真的很舒服 和平時很不同 我覺得 真的很感謝 這個功勞 要很感謝監製 接下來 有沒有說 有什麼劇 會準備 其實 我在5月1號的時候 我都發了一個 文章 我說5月很多好消息 因為我上年拍的三部劇 應該陸陸續續會出 三個都是很不同的角色 和我以往很不同 另外那兩個更加不同 因為我是沒有做過 那個類型的角色 還有 接下來5月 我都會開另一部新的劇 這個角色 都是一個 未接觸過 所以 都是很多好消息 5月 今年如果這樣說 可能過美年尾 或者獲獎 可能又再大機會 我覺得可以提名 已經很開心 好像上年 我覺得 很多人很喜歡我演的角色 得到提名 我已經 對自己有個交代 這個成績表OK的了 昨晚 我見到你最後 你學了Archie 證明你今天做了什麼 我其實 我在這部戲 前一點 給錢一點來看看 我在這部戲 真的 非常感謝監製 給我這個位置 可以罵Ken哥 又罵Archie 我覺得我這個角色 是可以這樣 我覺得有一場戲 我是不小心 刮了Ken哥一巴 但我不是有心 但都用到在這裏 你才是有心 是有意的 不是有心 你故意 在鏡頭面前 罵個壞人 是 還有一場 這麼不一定的 吵架戲 是 是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請按一下 是 是 嗎 是